这个会稍微简单一些 城市里面这样做出来 那需要几个东西 第一个 他的名称 他的地址 而且地址的话是有区的那个地址 联络电话 再加上电话 所以这个地方的资料怎样产生呢 那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法 比较笨的方法就突发炼钢 慢慢call 可是 当然很浪费时间啊 其实你会发现 工程师其实也不完全是只是处理城市的问题 处理资料的时间恐怕有时候还比处理 城市的时间来得多 有的时候 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资料变出来 而且要分区 所以第1个 这个是已经做完的 有没有发现 这地方就通通做完了 所以你这个资料怎样可以call go去变成一个laterview就好了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资料变出来 第一个 请各位把那个 我需要我们需要的资料先把它选取 Nan 一直到displace 这三个资料 把怎么样 把它 选取来 然后我建议是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到 开个新的工作表把它贴上去 贴上去之后的话 字稍微缩小一点点 10号字就可以了 然后 宽度稍微再把它调整一下 名称 这是它的名称 它的电话 它的地址 三个资料 那我要辨出的就是D D栏里面的资料就是我们最后的完成资料 那 栏宽我先把它调一下 栏宽太宽了 我最后 建议是稍微先拉宽一点点好了 这个先 因为最后合并起来 我希望能够在这边看到 那这个资料的话 我怎么样把它变出来 第一个 我们 的需求是这样 就是说等于 那你想说串联 这个其实也是以只有简单的函数就可以搞定 公式又搞定 等于它 对不对 and什么 and换行 换行怎么表示呢 CHAR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这个CHAR CHAR CHAR的话就是 换行 and什么呢 and一个地址 然后and and什么呢 联络电话 所以这里的话 还要自己打上联络电话 因为这里面没有联络电话 这四个字嘛 所以这边的话呢要把联络电话自己打上去 联络 电话 这是这几个字 电话然后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冒号 OK 谢谢 谢谢 Dion 您 请 您 您